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收看東張西網 今天就是父親節 Mandy, 你和父親慶祝了嗎? 慶祝了, 因為知道今天要開工 所以昨晚和他吃父親節飯 慶祝了 那就乖女了 不過近來我看到有個機構作出一個調查 發現原來在香港有三成半以上的父親 他們的壓力指數有七十分以上 他們的壓力主要來自如何照顧好的子女 以及子女喜不喜歡自己等等 因為說了, 父親不容易做 所以做子女 就是要時刻刻向他們表達自己的心意 接下來的消費券 不如買些東西靠近一下 市民等了那麼久 政府終於宣佈五千元電子消費券 在7月4日至8月14日接受登記 7月4日早上6時開始可以網上登記 又或者填書面表格都可以 申請只需要核實身份 和選擇收縣的支付工具 但如果去年曾經登記過一萬元發放計劃 登記步驟就更簡單 那麼登記前 大家做足有關消費券的功課未呢? 首先看看自己有沒有份 必須在今年6月18日前 連滿18歲以上的香港居民或新移民 才能領取消費券 而在籌人士和不方便外出的長者 就可以委託親屬領取 家人代替使用都可以 大家最關心的就是 用什麼電子平台收取消費券 支付部香港 Tapping Go拍照 和微信支付香港 會將五千元分兩期發放 而百達通分三期 而每個平台都會使出混身解數吸引市民 例如一登記就可以賺取增值額 又或者每次消費額外有獎賞等等 所以說 著數分分鐘不止五千元那麼簡單 是不是很想快點收到消費券呢? 日常生活的東西 超市那些 就是這樣 會不會考慮買一些大件的東西呢? 因為五千元也不少錢 不會,很快而已 五千元很少的東西 看看有沒有跟家人一起分享 一起買一些東西 可能買一些家具、電器那些 買食物那些 買衣服給他們 你電子那些一次過你二千元是不夠的 沒有,沒想過 其實都想著四千元很快就花光 對,大概多久你覺得會花光? 一個月左右 只有車 看來市民已經有了計劃 消費券適用於本地零售、餐飲 和服務商戶的實體及網上店舖 同樣可以支付交通費用 不過就要留意不可以用在以下這些地方 使用上好像都有少少限制 但百達通最後一期一千元消費券就不切限制 所以就有人想到一個套現的方法 就是取消卡 不過估計大家都不會那麼麻煩 而且電子支付容易追蹤到 如果商戶被發現合謀或者有詐騙行為 將消費券套現有可能會被列入黑名單 總括來說,選擇電子平台最重要 是看看你想將這五千元用在哪裏 查一下店舖知不支援相關的電子平台 以及留意一下有沒有提供特別吸引你的優惠 今天勞福局局長羅志光在網子裡說 由來近星期五起 院舍的員工進行新冠病毒強制性檢測期 會由14天縮短到10天 而且亦會停止發放相關的特惠津貼 目的就是希望鼓勵員工可以盡早接種 無論大家做不做這個措施也好 希望疫情快點受害我們去過正常生活 開始看演唱會 收歌昨晚在紅館開秀 雖然說疫情之下入座率只能坐到七成半 但是這場秀仍爆滿 證明收歌寶刀未老,依然人氣爆燈 雖然收歌前幾天彩排時 說自己喉嚨有點不舒服 但是昨晚看起來 一點都沒有受影響 收歌整晚獻唱多首懷舊金曲 每個粉絲都聽到入了米 這個時候,愛回家一群演員突然出現 以劇集主題曲開心速遞 炒熱全場氣氛 大小姐還分享剛剛入行的時候 已經得到收歌的金玉良演 已經得到收歌的金玉良演 差不多我剛剛入行的時候 我在一個部門見過一首歌 他就跟我說 我在電視機見過你 你要加油 雖然你的樣子不會馬上紅 但是你在這裡起碼都會做到飯吃 喔… 我是不是,我可以給你一個 是,麻煩,上燈吧 不用為紅館省電 是呀,收一望鏡頭 收歌這次以89歲高齡在紅館開Show 打破自己三年前所創的紀錄 昨晚連續唱足三個多鐘 非常敬業 現場觀眾個個給足100分 但是收歌自己就想正益求精 再做好些 今晚給自己75分 如果喉嚨好些的話 我會做到90多分 我現在上癮了 我希望有機會再開多一次 再有機會再開多一次 昨晚哈勤集齊星夢十五學員齊齊開live 就算已經被淘汰的學員 都一起在這裡唱歌 跟粉絲聊天 哈勤敢不時攝影師上身 親自開機帶粉絲看真現場情況 更踢爆學員之中 有人拆出愛火花 李先生 很久都沒有試過 跟十五個子女聚在一起 十五個齊人好像真的很久 你知道哪下少了一個 哪下少了一個 真是真可憐 李先生,你跟了他們這麼久 我想問 有沒有甚麼秘密的愛情故事 開始萌額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但我看到他們面上的 有面紅 你有沒有… 沒有,你跟小狗吧 對 李先生,還有多一、兩個 可以得到出來嗎 我不知道 不知道,他們已經很小 十四歲 不要搞這些 讀書和出關 OK Alan可以大一點年紀 好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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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那些性感的歌 你可以唱 那些拖子 也可以拍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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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我看看你先說完 有沒有其他面紅 好厲害 好像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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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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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晚Felix出局 如下八強 粉絲可以為自己的 深水冠軍投票 雖然他們好朋友 但亦要為自己、為老友 拉下票 大家好,我是朱鑫茜 請投我一票 謝謝大家 細發聲… 即是她說 大家好,我是朱鑫茜 請投我一票 請大家投我一票 請大家投我一票 謝謝大家 你喜歡也好 你也可以投我一票 學問初戀 大家好,我是Chantal 姚翔飛 如果你喜歡看我的表演 就記得投我一票 我對她的獎很熱情 所以… 隨便吧 喜歡投誰 投誰 不過最好投我 當然是 如果大家想繼續被感動的話 就… 投我一票吧 繼續投我 這個… 黃逸鑫 投我 很可愛 有些特別喜歡的 可以叫她們的名字 或者幫她們拉一拉跳 然後呢 我旁邊的人 因為我覺得她 她好像一隻小鳥 她越飛越高 所以你不會飛走不可 我旁邊的是Archie 我覺得她的穩定性是最好的 而且她每次都有突破 那你們說一下Erin有甚麼好 喂,不要吵 好… 是假的 是假的 好… 我以為她說一句唱歌 有甚麼好 好… 好,有否表示 要不要再一口 好… 是…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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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們開心最麻煩 我甚麼時候可以聽到你們的JAM歌 有時間等 也要有…一個小時 我等一個小時後就可以聽到 對,我們很開心的綜藝節目 就有了 就是開心大綜藝 那你們繼續收看 太好了… 回來東張西望 Mandy,你怕不怕旁邊的房子裝修嗎 當然怕 日轉夜轉 人心情真的會煩躁一點 我想不僅是煩躁那麼簡單 只要擔心安全的問題 事關在鑰基灣東明樓的街坊 他們最近可以說有鎮,不能睡 事關他們旁邊的樓 進行清拆的工程 他們在屋裡長氣感覺到劇烈的搖房 一個說完就是擔心會倒樓 今天我們就去現場看過了 發現要清拆的樓宇 的確和旁邊的東明樓是扭貼的 希望屋宇柱可以盡快調查 令住客不用再擔心受怕 至於以下下來的這群街坊 他們就可以說是鬆日口氣了 望到頸都長,港鐵、屯馬線 終於會在下個星期日正式通車 兩個全新的車站 鬆黃台和土瓜環站 都會在那天正式啟用 這兩個新站不單打通了九龍城 和土瓜環這兩大舊區的交通 最重要的是每個街坊都說 綜藝員工可以脫爛 整條路都過了 很麻煩 當然 很不方便,要繞路走 現在終於通車了 當然開心 土瓜環也有個稱號 很艱難 希望不要這麼艱難 其實我們從小到大都在這裡生活 地鐵站應該建了八年到十年左右 由以往南角到這裡是一條食街 有十幾間泰國菜 有很多不同的餐廳 到收購重建的時候 其實又變了烏燈黑火 沙塵滾滾 這裡每一天都挖洞、轉地 現在十年過後 終於好像開通了 希望會帶動人流 回顧這次屯馬線二期工程 2012年動工 先後出現工程暫停和沉降事件 加上重建 很多老店街坊都被迫搬遷結業 文師傅在土瓜環開旗普店 已經超過30年 見證著這區幾十年的變遷 由最繁盛的工廠區 到現在連工廠都撤走了 生意由高峰期 一個月可以做到幾十萬 到現在只做到幾萬元 雖然如此 文師傅說這麼多年來 小商戶一直都很努力守住飯碗 不過直至港鐵工程上馬 就真的很多人捱不住了 店舖轉一次又一次 就趕隔離所謂室內設計 初初以前還沒做地鐵 就做了很久 沒辦法做 無法經營 出資就收拾了 轉過另外一個 都是做傢俬的 都不行 都不行 其實沒辦法交租了 業主又不肯減 或者減得不夠多 就被迫逼走了 刁空了六、七年 是早三、四個月就租了給麵包店 那你有多勤勤 十七九空 我們從這個洛山道到這裡 有二十幾間店舖是吉舖 二十幾間 就從地鐵開始 就是了 文師傅說近這幾年 店舖經歷過被圍板煙沒 每天被工程噪音光炸 也試過爆水渠整間店泡了 到現在港鐵工程終於完成 可以說一天都光亮 連整個社區似乎都有一番新景象 文師傅, 以前這裡是怎樣的? 以前這裡其實是一個草地 甚麼設施都沒有 自從建了地鐵之後 當然漂亮很多 多了這些 看小朋友玩的 這些遊樂設施以前沒有 還有呢? 以前真的沒有東西玩 現在他照顧老人家和小朋友 小朋友玩那裡, 老人家玩那裡 以前沒有這些長椅 那些街坊當然有多個地方聚腳 以前也有街坊 現在沒有東西玩 現在有這麼大的設施 所以真的進步了 真的沒辦法 文師傅蓋探, 時代要進步 舊區重建無可口非 舊街坊就算多捨不得 也只有無奈接受 現在港鐵快要通車 他也發現區內陸續出現不少新舖 通過車之後 肯定還要對生意有帶動 為甚麼呢? 他會吸納到一些外區的人過來消費 或者反過來, 可能通過車之後 而一些外來做生意的人覺得 通車了, 有前景了 還要選擇在別區開分店 或者在這裡做生意 Chris說, 最近連大地產代理行 都說看好土國環 夠膽以三千萬 在這區買入一個租值 只是三萬多元的地鋪 可見行內人對這區信心十足 樓市值更加不用說 因為交通將會方便了 近這幾年已經多了六七個新樓盤落成了 本身這個區屬於舊區 很多分支家庭是有需求的 可能年輕人想去一個新的地方 住全新樓 造就了這些新樓盤的成交 也是如此長旺 其實我們看看數據 2019年3月 這裡有兩個樓盤開紅盤 當天那300個單位是一清袋 一次過賣光 這裡也是近這十年八年 比較少見的 屯馬線通車為九龍城和土瓜環 帶來了很大的變化 不過如果我們要認識這兩個舊區 多一點的話 的確方便了不少 飽飽 最好喝一杯椰汁燒燒鼠 這間椰汁老字號 在區內宅根超過了四十年 這麼多年來 都是堅持著新鮮職責 夏天喝就夠透心涼了 鬆旺台站最方便喜歡在九龍城舊區 賺食的朋友 以往只有巴士、小巴先到 交通不太方便 現在一出港鐵站就到 來九龍城不只吃泰國東西 還可以看古蹟 除了這間已經有三百多年歷史的後皇廟 還可以去到對面的石屋家園打卡 同樣被列為三級歷史建築物 本來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用來安置基層百姓的寮屋區 之後做過片場和工廠 近年活化之後, 改為遊客中心 走得有點累 還可以去他們的冰室 探一杯黑牛, 再加雞批, 懷舊一下 我叫芳芳 不知道會不會讓我碰到阿奇哥呢? 《桃瓜環》和《宋皇台站》 就要下星期日才啟用 而今天《紅磡站》的新月台 正式啟用了 對, 之前我也經常搭 當時搭完這個東鐵線 過對面就可以搭這個西鐵線 但我知道現在兩個月台分開了 現在要上大堂才去到新月台 雖然走遠了 不過新月台有冷氣 大家等車就不用那麼辛苦嗎? 我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可以在家裡 享受冷氣看電視 因為今晚又有新節目 大家要支持 支持 由今晚起 每個星期日晚上十點半 一連五集 都有由Patrick Sir主持的新節目 尋找家鄉情 探討一班 由不同地方來港的人 奮鬥的故事 好像這集 就找來金像獎 原創電影音樂獎得主 來自日本的波多野優界 節目還找到他的百樂 林敏聰做嘉賓 這是大師 這是大師 大師的天才 真的嗎? 是 我們是一個 我做一個 Live Bar Live Bar 彈琴的時候 是 他和音音姐來 他就出現了 然後我們有機會 他有一個短片 我做音樂 所以這是第一次合作 明白嗎? 除了音樂上 會不會在你身上學到其他 就是人生道理那些 人生道理那些 他教我很多粗口 沒有嗎? 沒有 有 有 預介曾經在澳洲 布里斯本玩著視鋼琴 2011年來港 後來經林敏聰推薦下 開始發展電影判樂之路 主持Patrick Sir 除了帶大家了解預介來港的經歷 也很開心訪問到阿聰 那個秘密給你聽 其實我真的自己之前 還沒知道要訪問大師 我其實之前很喜歡上網 看他的片 當一個娛樂 我之前很喜歡上網 不知道看什麼片 古靈精怪 只看他做訪問也很好看 最近後夜天氣持續 蔣政安居協會就說 單是昨天已經收到 差不多2000宗禁平安中的求助 是啊 天氣熱成這樣 在家裡一樣要保持空氣流通 如果沒有開冷氣的話 一樣要開風扇 因為在家裡一樣有機會中暑 尤其是長者要特別小心 所以趁著今天父親節 大家記得關心多些身邊的長者 知道嗎? 好了 今晚時間差不多 明天晚上繼續同拿東張西網 拜拜 拜拜 出生日快樂 站到